中风三十细念洗脚 尊敬的 最法师慈悲 尊敬的 最同修护法 大德慈悲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尔 今天再借这个 三十细念这个姻缘 再一次啊 来给大家分享 说明 中风国师 在这个三十细念 内容的 开始 劝导 希望我们 在这个地方啊 能够多学一点 对中风国师的教诲 我们的受用啊 就能够多一点 这个看你们的心态了 佛法最终啊 是教我们要 是教我们要 觉悟的 那为什么要 觉悟呢 这个是有一个 很高度的学问 为什么呢 很多人苦 苦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苦呢 不会有莫名其妙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上 我们活在这个人间 环境 它都有因缘 存在 只是这个因缘呢 不同而已 所以 你要在这个地方 去觉悟 觉悟之后 你才能够明白 如何让这一生 能够过得幸福 让这一生 能够过得快乐 这个今天 我们来到 这个地方的原因 但是说实在的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环境 你无论怎么追求 最终啊 那种乐 不会带我们解脱 你在这个世上 无论 你怎么样的 去追求 那种快乐 乐中有苦 苦中加苦 确实是真的 你说两个人解分 能够带你 幸福快乐吗 你说呢 真的吗 但是 话说回来 你选择出家 出家能够带你快乐吗 也不一定 你说你选择我 一个人生活 能够带我来 自在快乐吗 也不一定 所以 佛教啊 都是在讲这个 你要找到你的幸福快乐 外面的是不会给你的 只能给你的快乐 只有你那个心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这个啊 我每天都是在学这个 我这个心 是什么心啊 官努量 受佛心不是这样吗 四心四佛 四心作佛 确实是如此 你心里面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你的眼前 你心里面有快乐 你那个快乐能够得到 看你怎么去追求 但是最终啊 它还是不是永恒 像我们 昨天不是跨年了吗 首先跟大家来讲一下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这个师父昨天啊 十点多啊 赶紧躺在床上 哎呀 很快乐 早点睡觉嘛 不然的话 等一下时间到了 碰一下 他起来了 确实是真的 如手响 没想到 十二点零十五分 我们那个睡觉的 九十四号 对面的那个公园 那个烟火 碰下去了 整个起过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啊 没想到啊 砍烟火了 师父啊 跟着看 拉个窗帘 哇 这么漂亮 请问你们昨天 有没有去 砍烟火啊 有没有 哎呦 这么可惜耶 这么好 你不看 我的大姨 昨天问我 你跨年有什么计划 你没有去看烟火啊 我说 没有福报 雪梨不是每一年 那个雪梨大桥 不是很漂亮吗 你不去看 那不是可惜了吗 没有这个福气 为什么呀 做生子信念 所以明白了 这个就是你的出家的命 你要为大众服务 所以啊 好好做生子信念 把这个生子信念啊 回向给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能够大哉化小 小哉化无 希望我们这个功德 能够回向给那些 受苦受难的 希望能够减轻 希望我们的过往的父母啊 我们的这些家庭眷属 能够我们阿弥陀佛借你 希望一切众生 不仅仅我们这个环境 整个虚空法界 也能够快乐幸福 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三十十年 但是我那个大哉 后面问了一句 借这个姻缘呢 我就跟他说法 他说 这个灾难啊 天灾人活 越来越多 这一年 2023年 会不会好一点 他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 说不准 为什么呢 搞不好 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个也不是给他 拨冷水 给他下到 不是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我是讲有依据的 为什么有依据呢 因为佛在经上常讲啊 有一句话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哪一句话呢 依报随者 什么呢 正报转 依报讲的是这个环境 正报讲的是我们的心态 这个环境好不好 随着你的心态而改变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但是你想一想 你看现代的人 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你一看 一目了然了吗 所以他问我 这个以前一部电影 这个2012年的那一部电影 以后的世界会不会出现 像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哦 那我们该怎么办 老实念佛啊 记着这个阴影告诉他 老实念佛 赶紧念佛 不要想太多 好好念佛 将来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什么事都没有了 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所以啊 我有时候呢 像我们每一次跨年啊 大家去庆祝 放烟火啊 聚餐啊 吃大餐啊 喝酒啊 种种的啦 个人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 有人在跨年念佛 像我们很有福报 跨年做三十七年 迎接新年也做这个三十七年 很好 有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有时候呢 我在想 有什么值得我们庆祝的呢 这个是讲我自己啊 别人我不知道 有什么值得让我庆祝的呢 比如说今天我的时间过了 今天的时间过等于我的寿命 我的生命啊 就减少了一天了 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 你说我在外面看烟火 看来看去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是假的 带不走 只是一下子而已啊 所以佛啊 告诉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好坏的 你只能够先去欣赏就好了 比如上次看到一个很好的风景 很漂亮 好 先去欣赏就好了 但是不能执着 为什么 你执着了 将来变成你的障碍 但是从这个地方我在想 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庆祝的 等于说命没有了嘛 所以啊 我们佛教里面呢 一般道常在这个丛林啊 找网课必须做的 找网课必须要做 而网课里面 有一个佛法里面的很好 就是普贤 谨重记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 普贤 谨重记 平常我们做网课的时候 把经佛念完之后 还没回向之前 我们会 大家会念这个 这首记诵 怎么念呢 时日已过 命已水俭 是不是 如少随语啊 私有何乐呢 大众 普行就告诉我们 当情精进啊 下面怎么讲呢 如旧突然 但念无常 下面是什么呢 圣物放一样 这个我们每一个道常里面 无论 你做网课 念什么样的经 念什么样的佛 念什么样的咒 必须要念的 就是要警惕你今天 你的时间又过了一天了 你的寿命 你的生命又闪少了一天了 就好像这个鱼在这个池里面发现了 这个池的水已经减少了 你说这些鱼会快乐吗 它会紧张了 心会乱了 就是说我的寿命又减少了一天了 所以普行告诉我们大众 大众就是说 我们大家 赶紧赶紧 要勤劳 要精进 不能懈怠 不能懒散 就好像什么呢 如就投然 就是好像老师一样 以前一棒一棒下去 我们就觉悟了 怎么觉悟呢 淡念无常 无常是什么 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 所以圣物放一样 你要谨慎 你要小心 说明一到了 你的生命就没有了 生命没有了 随着业力又在开始轮回 你这一生得忍生 不好好珍惜 不好好修行 将来 你还随着这个六道 你说苦不苦 很苦 叫我们赶紧警醒过来 念佛求生西方 所以 我常常呢 每一年呢 每一次 在做这个跨年的时候 我会静下来 来反省 反省 反省什么呢 我的过去的一年 我的缺点是什么 我要把那个缺点 在这一年 把它补上 改善 因为人非圣贤 输能无过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只要你还是凡夫 你就避免不了你的过失 只要你一天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 你那个身口意 去造那些不善的业 你有没有觉悟呢 这个就是我的 做一个功课的反省 而不仅仅是每一年 每一分 每一秒 在我的生活中 我要这样的检讨 比如说 我过去的一年 哪一件事情 我还没做圆满的呢 我今年当中 我一定要把它做圆满 哪一件事情 哪一种事呢 念佛嘛 以前退退 静静的 我今年我要尽量 我要用功 我要尽量 因为人生无常 无常一来 没有跟你商量的 阎楼网一到 没有跟你考量的 说走就走 把你带走就带走 黑白无常 都在我们的旁边 你什么时候后来 时间到了 他就马上 把你带走 就看你的业力 所以啊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这样的反省 我以前 过去一年 我常常懈怠 我要定下来 功课 每一天 至少一部经 我量寿经 做不到 没关系 起码 我可以念 弥陀经 弥陀经 我念不到 起码 我可以念 十三夜道经 十三夜道经 我念不到 没关系 起码 我一记名后 我不能把它忘掉 就是这样想的 不断的 不断的 去反省 不断的 去检讨 不断的 去调整 不断的 去调改 让你这个 心灵的一年 会更有意义 在这个人生当中 不然的话 每一天 随着这样的习气 真的很难 这个人生 真的很苦 真的 你不相信 你仔细的去看 你就明白了 所以 一定要这样的反省 烟花很漂亮 该看的 你去看 眼睛一看了 欣赏就好了 对不对 像师父昨天 一扎船里 大家在那边 喊啊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也跟大家喊啊 Yes Happy New Year 虽然啊 大家啊 你看那个 隔壁的 我们的公寓 开音乐啊 喝啤酒啊 我在那边啊 我拿一杯温水啊 Yes Happy New Year 对不对 大家都是快乐一个嘛 没关系 只要大家快乐就好 好 这个事就是简单了 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检讨 不断 每一分 每一秒 真的 就普贤 普善 我想的 生命 很珍贵的 真的啊 所以不能再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等于 让自己 浪费自己的生命 浪费自己的生命 等于你已经不尽效了 父母赐以给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要应用这个生命啊 怎么样来落实在有意义的 当你落实在这个有意义的 你把这个功德 尽效在一切众生 都在你的父母上 这个就值得我们来学习 好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来讲 37年昨天的一些 讲了一个段落 像昨天我给大家讲过 这个念佛的好处 不仅仅呢 能够带来我们的心 能够清净 它最主要的呢 起码 它能够带来给你 你这个心 不容易被人家去伤害 不容易的 不但能够别人 不会伤害到你 你也不会去伤害到别人 因为你把一切众生 当作皆是阿弥陀 就算这个人 让你很痛苦 很烦恼 但是他也是一种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这个世间 真的是苦 懂得这个是苦 我们要如何来找到一个 地方有一条路 让我们能够离苦 来开示我们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去觉悟 所以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 任何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伤害到他的 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让释迦牟尼佛去伤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把一切众生 皆是看待自己 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 把一切众生看待 就是像自己一样 怎么能够让自己受伤害呢 怎么能够让一切众生得伤害呢 得了伤害等于伤害自己的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修 就算我们纵然今天做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去争取吧 我们可以去努力吧 我们可以去用功吧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今天在这个念佛堂里面 来到这个地方 目的就是这一个 不是来搞热闹的 不是来看热闹的 是要来 我要如何 让我这个心性 跟阿弥陀佛相应 那个才是关键 所以在这个境界当中 大家好好反省 我做到了没有 我落实了没有 如果我还没做得到 我一定要把它去争取 去学 就算很难 我也要努力 因为这个对我好处 没有坏处的 佛法 利益 都是在讲自己的 不在讲别人 那昨天啊 跟大家讲到 那个五柱菩萨 这个五柱菩萨的发愿呢 他就是要见米勒菩萨 他要见米勒菩萨 但是米勒菩萨 不是说你想要见就能够见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先符合他的条件 那个条件不具足啊 你是见不到的 所以往生西方起的世界好处 真的 你不用求 米勒菩萨每一天来了 然后五柱菩萨呢 就因为发了这个愿啊 跑到深山一个人哦 他去修行 去精进用功 结果三年以后 有没有得到感应 有没有见到米勒菩萨呢 有没有 不要说感应啊 连米勒菩萨的影子啊 都没有看得到 都没有看得到 三年耶 你想一想 你说他没有用功 他也用功耶 天天用功啊 精进勇猛啊 但是关键 还是看不到 不要说五柱菩萨 说我们自己 不要说三年 三十年 你可能看不到 就算你把这一生当中 花在这个时间修行 你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啊 说明这个法门不容易学啊 你看那个往生传里面 有一些那一些人哦 念福不到三年耶 阿弥陀佛出现了 三年时间 阿弥陀佛来进 他往生西方前的世界 身体健康 自自在在的 欲自死自 往生西方前的世界 所以这个法门 真的不容易学 如果你没有那个根性 来写这个法门 说实在的 就算用十倍 就是说 你十次来妥胎 这个人 你也不一定能够修成功 因为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所以啊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还是什么呢 还是老老实实念佛 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啊 哎呀 我很信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一次能够 遇到这个法门 有希望 有依靠 而且 简单 容易 方便 快速 投当 只要你那个心 你念这句名号 一遍又一遍 一句又一句的 老老实实的 把这句阿弥陀佛 放在你那个心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在一切次 一切时 阿弥陀佛 都会出现的 那结果呢 所以因为五助菩萨 三年来这么用功 没有见到弥勒菩萨呢 他就感觉很失望 我不要说五助菩萨 我不会很失望啊 像以前很想见老和尚 本来是好好的约好了 突然间 电话一来 老和尚改变航路了 没有过来了 所以啊 我们很多事情啊 规划变规划 真的耶 无论怎么规划 敢不上变化 变化呢 敢不上一通电话 电话一来 什么都改变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这个虽然很失望啊 五助菩萨有没有放弃呢 眼睛看过来 不要看那边 不要看那边 看那边没有意义的 所以看过来 难得看师父 你干嘛看那边 冷气有什么好看的 我问你 冷气有什么好看 把心放在这里 结果呢 他真的没有放去 真的没有 而且啊 他在反省 反省什么呢 我今天没办法见到米勒菩萨 连感应都没有 那可能我的用功出了问题了 这个就是古人啊 跟我们现代的人的相比 相比就是在这个地方 古人啊 一旦发现 但修行出了问题 而这个修行当中 没有收获 没有成就 都会来反省自己 如何来调理 这个就是古人的一种好处啊 不像我们现代的人啊 古人在修行当中 为什么会这么快的成就 为什么现在的人 一代不如一代 念佛的人 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 我们常常听说的 一万当中 本来是万人万人去的 为什么现在当中 一万当中念佛的人 找不到一两个 就是刚才你那一个的态度 明明师父在这边讲经 心跑到那边看冷气 你说你念佛能够成就吗 明明那个冷气是假的 你还在看那个冷气 你能够怪谁呢 这个师父在这个地方 是讲实话 这个就是古人啊 因为如果用功真的不对了 你怎么再怎么用功 就不会有成就了 所以五驻菩萨呢 就想了 可能我用的方法不对了 所以决定什么呢 决定出去餐学啊 就好像散财同时 五十三餐一样 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的人真的区别太大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念佛 突然间念佛不得力了 我们念佛不得力了 突然间念佛不得力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你那个心会不会退 可能会退 但是 不会让你去放弃 但是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继续的时候 突然间又不能得力了 反正造就 没办法得定 在这个时候 可能你开始怀疑了 怀疑什么呢 怀疑释迦牟尼佛 在经上所讲的 当你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若一日 若二日 乃至七日 得一心不乱 佛所讲的 是不是真的怀疑了 所以可能你在这个时候 你念佛也不念了 真的 然后选择其他的法门 也是一样 没有得到 不但没有得到 在这个华语 华语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讲的经 是不是真的 回头过来 可能毁谤了 现在很多人 有这样的现象 而且我自己看了太多了 以为我信佛没有得力 我是信仰其他宗教 你能够得力 不一定的 所以前几天 有一位居士打电话 说师父 我听经为什么 没有效果呢 心还是定不下来 心还是很烦恼 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没有耐心 心不在意 心不在抓 今天人家说 十三夜道经好 跑去听 听到一两遍 人家又跟你说 听了五量收经好 我又去换了 五量收经 刚刚听了几遍了 有人说 三十七年讲得很好 又改了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刚刚听了几遍 才一个小时 有人跟你说 弥陀佛经药经药经好 又改了弥陀佛经药经 那个心不定 心不在烟 心不在砖 人在这个地方听经 心不在跑到哪里去 你说你能够得到吗 不可能 所以我很佩服这些 往生传里面的记载 这些老阿公老阿婆 他们为什么念佛能够成就 他们有耐心 真的有耐心 他有那个忍辱的心 所以我常常告诉 诸位同修 你在这个一生当中 无论你在佛法也好 在四法也旁 你想要提高你自己的境界 你要提高你的德行 你要提高你的修行 只有一条路 才能够依靠的 靠什么呢 忍辱 没有忍辱 什么法都不能成就的 六祖慧能大师 还没出现 作为弘法 以出家向来弘法 他先修什么 先修忍辱 释迦牟尼佛 今天能够出现在这个地方 来作为成佛 告诉我们 他也是一样 当他作为一个忍辱先人 被这个割力王 一块一块地 若把他割下来的时候 割力王问这个忍辱先人 你有没有恨 释迦牟尼怎么说呢 我不但没有恨你 我要感激你 我要感谢你 你让我的忍辱成就圆满了 而且将来我成佛 第一个我要度你的 没想到释迦牟尼佛的话 讲话算话 当释迦牟尼佛成佛事后 在这个印度 在路野园 讲这个四地法的时候 这五位比丘 第一个得到的 正果的是谁 乔成儒啊 乔成儒就是过去的割力王 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 那个耐心来念佛 佛在外面 这个环境真的诱惑太大了 力量太强了 你不靠忍辱能行吗 你念佛也是如此 今天感觉热 你感觉很不舒服 我不念佛 今天感觉冷 我感觉不舒服 我要去睡觉了 在一切处 一切实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忍辱 要耐心啊 不然的话 你怎么修 你就不会有进步的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圈里面 绕来绕去 转来转去 永远就是这个地 永远就是这个德行 为什么 没办法进步啊 所以十方一切 诸佛如来 出现在这个世界 一位菩萨要成佛 都是靠忍辱来成就的 我们今天念佛 也是如此 阿弥陀佛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供养给我们 十方一切众生 他也是经过很多挫折 阿弥陀佛也是跟我们一样 他也是经过很多挫折 但是他有忍辱 他有耐心去改变 最后视线的圆满成佛 把西方极乐世界 供养给我们 今天如果你想要成就 你没有这个忍辱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明白了 五诸佛萨呢 就给我们啊 做了一个好样子 所以古人的修行 跟我们现在真的不一样 现在的人啊 异道境界 佛也不念了 经也不送了 那怎么办呢 看音乐 看联系剧 喝咖啡 就是这样 都是这个呀 其实它是一种考验 考验我们能不能过关 你能够过关了 恭喜你了 所以今天你要耐心 就算我们今天念佛 念得不得好 没关系 你继续念 后天还是不行 你还是继续念 总有一天 你会念得成就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佛告诉我们的 不会假 是真的 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七日得一心不乱 这个是真的 那这个五柱菩萨 因为明白这个事实呢 那我该怎么办 我要下山 当他下山的时候 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五柱菩萨 看了一位老人家 就是老婆婆 那这位老婆婆呢 在做什么呢 他哪一块啊 好大好大的大石头 这个大石头在做什么呢 在路边 在磨这个大石头 在磨这个大石头 刚好呢 被这个五柱菩萨看到了 那五柱菩萨就很好奇啊 就问这个老阿婆啊 你拿这么大一块的大石头 你在做什么呢 这么大的一块大石头 你想一想 然后呢 这位老人家 就告诉这个五柱菩萨 他说啊 我的女儿 明天啊 要出嫁了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大石头啊 磨锈花针 你想一想 她的女儿明天要出嫁了 哪个大石头 把这个大石头 把这个大石头要把它 磨锈花针 就是要把这个大石头啊 磨成什么 针 去做什么呢 给她的衣服 给她的女儿缝衣服 做什么呢 作为假装 但是啊 在这个时候啊 五柱菩萨很纳闷 她就感觉很奇怪 而且又笑这个老阿婆 而且又向这个老阿婆 讲一句话 她说啊 你的女儿明天都要出嫁了 你拿着这个大块石头 要把它磨锈花针 不要说明天 等到你的儿子啊 可能生了孩子啊 你这个大块石头啊 可能也磨不了 明天就出嫁了 磨这个大石头 磨锈花针 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但是呢 这个五柱菩萨也很无奈 后来啊 这位老阿婆啊 就告诉啊 这个五柱菩萨 她怎么说呢 那我这个我不管 她明天要出嫁 是她的事 只要我的功夫有深度 我相信肯定 一定要把这个大块石头 磨成针 把它磨出来 你儿明天出嫁 是她的事 但是今天 只要我的功夫很深度了 我相信 这个磨 这个石头 变成针了 没想到呢 没想到这位老阿婆 一讲这一句话呢 提醒了五柱菩萨 因为五柱菩萨的灵性很高 领悟很高 就马上领悟到了 领悟到了什么呢 可能这位老阿婆啊 在为我开示 开示什么呢 提醒我们什么呢 我的功夫可能不够 可能我的心太着急了 于是呢 五柱菩萨就决定了 决定什么呢 不下山了 又跑到这个深山里面呢 继续修苦行 多加了几年呢 三年 三年有没有成就 而且在这个记载里面 故事 据说在这个中间 有几个三年 有几个三年 就算十个了 三十年 有没有成就呢 没有 有没有感应 也没有看到米勒菩萨的影子 最后一次 他受不了了 打算什么呢 打算下山 他真的受不了啊 怎么受不了了 我明明很用功这么多年 为什么米勒菩萨 到现在还不实现 让我好难受 让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不能在这个深山待着了 我不能再闭关了 决定下山 后来最后一次 舞助菩萨呢 真的 当他下山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奇遇 一桩事情 而且这个奇缘很奇怪 这个奇缘呢 他真的 遇到了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现身 没有在身上 在这个山下里面 那怎么说呢 米勒菩萨 怎么事先的呢 怎么现身的呢 你听一听 你就明白了 当舞助菩萨 走到这个山脚下的时候 从那个圆圆的 闻到了一股很臭恶的那种香味 而且臭气熏天 很难闻 闻到好难受 当他去了解一下 去看一下 终于明白 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呢 从一只母狗 这一只母狗呢 它的肚子啊 长了一颗农包 我们讲的就是农窗啊 而且这个农窗呢 已经腐烂了 所以那个很臭很臭的味道啊 都是从这个农窗来的 但是很难闻 确实真的太难闻了 我是不知道你们大家 有没有闻过这种农窗的味道 有没有 我有经过一次 我小的时候 我们邻居养了一只羊 他每天哭叫 所以终于呢 他的主人啊 把他打开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农包 当他把那个农包 破开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都在看啊 哇 那个味道啊 真的好难闻啊 我们大家都受不了 太难闻了 就好像以前我小的时候啊 让我这一生当中 到现在那个印象很深刻 我们的邻居啊 我有一位叔叔 刚刚往生啊 躺在这个床上 整个脸就黑了 我们大家都在里面啊 去看 突然间他的大女儿啊 跑回来啊 一摇他的身啊 哭啊 一边哭一边摇啊 哎爸爸呀 你怎么样啊 我都还没看到你 你就走了 一直摇一直摇摇 咬到最后啊 他的这个父亲 他的鼻子啊 流出了一点点那个血 这个是我一生看到的 当那个血流出来的时候 是黑色的 但是那个味道啊 真的好难闻啊 太难闻了 让到大家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全部通通跑光光 脸上的女儿也跑掉了 没有一个人在她的旁边 你想一想 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身体很干净 其实你那个身体很肮脏的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每天要学试念处啊 试念处第一条 观身不静啊 就是观想你那个身体真的很肮脏啊 不仅仅很肮脏 还有三十六种的不物之强 很难很难看的 就是很脏的很脏的 像我们以前出家的时候 师父刚刚出家学什么 学不静观 天天就是往这个尸体 看这个照片去观想 去学习 但是很难学啊 学到最后呢 我的师兄有两个走火入目 还好我还好 没有走火入目 所以现在还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念佛 真的很难修 所以呢 当他看到之后 这一只狗啊 这只狗啊 无助弗萨 整个心声啊 就灵明了 他就告诉啊 这只狗 他说狗啊 狗啊 谁教你是一条狗 如果你是一个人啊 我就会帮你制一句 但是很可惜 你是一条狗 因为无助弗萨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他就跑掉 其实据说啊 无助弗萨 还没出家之前啊 他有学过医 就是专门这种病的 你想一想哦 这么巧哦 这么巧下山 又遇到这种的病况 但是呢 他有这个秘方啊 但是 他不想给它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秘方就是 用他的嘴巴 把这个毒窗啊 就是把这个浓窗 把它吸出来 把它吸干净了 这个病就好了 但是这个无助弗萨呢 把它当作一只狗 所以呢 他就不要给它治 他就离开了 他离开之后呢 又想到自己 这个是不对啊 我今天是学慈心上面的啊 就是要学专门 学慈悲心的啊 现在看到众生 有这样的苦啊 我怎么能够窃见死不救呢 这样一行 这样一想 那跟我们修这个法门 是不是不相应了吗 于是呢 无助弗萨 又走回来 当他走回来的时候啊 没想到 他又走回头 走回头了一几步 为什么 因为那个味道受不了啊 逼着他 又走回去了 后来啊 凡复很多次 吸不吸 吸不吸 不吸也不行 吸也不行 怎么办啊 终于下定决心 终于把这只狗的浓疮 拿去吸 就算很难 他也要吸 他真的 去吸了 但是啊 结果呢 当他在吸这个浓疮的时候啊 因为他闭着他的眼睛啊 在吸这个浓疮 忽然间啊 这个浓疮的味道啊 没有了 有一股 很香 很香的味道 而且这个香的味道 感觉他让他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连他的手 本来是抱着这一只狗啊 整个感觉也不一样 不一样了 所以啊 当他展开他的眼睛 在吸的时候啊 发现了 一看了 不对了 没想到啊 当他发现的时候 本来是那只狗的浓疮 终于呢 他在吸谁的肚子呢 谁的肚子呢 他本来在吸那只狗 一边吸 一边吸 当他发现的时候啊 没想到啊 正抱着弥勒菩萨的肚子啊 在吸他的肚子 你没有看过弥勒菩萨像吗 布袋河上的那个肚子大大的 但是弥勒菩萨像不是那样的啊 你想一想 你可以印象一下 他把弥勒菩萨 那个肚子啊 你吸一下 没想到啊 原来是弥勒菩萨 现身了 他这一次啊 真的看到了弥勒菩萨 在这个时候 弥勒菩萨来给他印证 你看到了 你把你那个慈悲心啊 修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但是见到弥勒菩萨之后呢 无助菩萨有一点委屈 他真的有一点委屈 当然啊 如果我今天见到阿弥陀佛 我也会委屈 如果今天我阿弥陀佛 现身是这样的 我很想见阿弥陀佛 但是阿弥陀佛啊 现身一只狗 他会吸那个笼包 你说你不会委屈吗 我会委屈 所以跟弥勒菩萨 怎么做呢 就跟他诉苦 他说菩萨 你说你这么慈悲 你为什么不早点现身呢 你让我好难受啊 你知道吗 我修了好多年啊 你为什么不现身呢 不早点过来呢 你知道我好辛苦呢 而且还用这种方法 来考验我呢 来吸你的那个笼包呢 我不能接受 我好难受 有一点委屈 所以啊 武助菩萨 感觉很无奈啊 疏苦啊 你看 弥勒菩萨来考验他 还好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在往生传里面 阿弥陀佛没有用这样来考验我们 今天如果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 我相信大家可能做不到 你可能会跑掉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真的告诉我们 慈心米勒菩萨那个法门啊 真的不好修啊 你不要说你那个慈心 有人说师父 我为什么会发脾气 今天如果你那个慈悲心圆满 你还会发脾气吗 不要说其他的 今天如果你那个心态 对人还会有一种基督 说明你那个慈悲心没有 今天如果你还会对人一种喜欢不喜欢的 厌恶讨厌的 说明你那个慈悲心没有的 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看到一只蚂蚁 你还会伤害他吗 可能我们不会 但是在这个人事对人对事对物的时候 当你一到境界的时候 你那个慈悲心有没有 我们有时候做不到 确实真的啊 你要怎么样来修 像米勒菩萨那个法门啊 不及格啊 不好修啊 后来呢 因为五诸菩萨已经给他诉苦了 跟他说我很无奈了 我很苦了 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现身 而现身用这种的方法来帮助我 所以米勒菩萨在这个时候 就告诉五诸菩萨 他说啊 你不能怪我 为什么呢 从你第一天发愿 要去深山修行 来见我的时候 为了要印证你有没有成功 其实啊 我在那个时候啊 已经在你的旁边了 只是你没有看得到而已啊 从这个地方你可以了解啊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今天当我们发愿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当你发愿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阿弥陀佛已经在你的旁边了 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在你的眼前了 所谓的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了 只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真实的去念佛 属于弥陀 你见不到 你没有真心 培养你那个心 属于西方极乐世界 你见不到 真的 米勒菩萨告诉他 当你发愿到深山去修行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躲在你的旁边 只是因为谁教你 你那个慈悲心不够 最终都没有发出来 因为你是修慈心三昧的 是大慈大悲的 要彻底流露你那个慈悲心出来 不是做一个好样子 这个三昧才能够修成就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今天你念佛 不能成就能够怪谁 怪你自己 我们今天来这边念佛 不是来做一个谣样子 是真心来念佛 所以这个时候 米勒菩萨又提醒他 他说 你发愿这个慈悲心 但是你那个心 是有退退 进进 进进退退的 所以你无法 把这个三昧 慈悲三昧 修成就 你怎么能够见到我呢 你怎么能够得到感应呢 米勒菩萨在这个地方 来教导无助菩萨 你今天不能得感应的 你修学不能得加持 不能怪佛 是怪你自己 你没有把那个心 放在在这个修行上 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其实阿弥陀佛都在我们的面前 天天照亮我们的 只是你没有把那个心 放在那边而已 今天如果你把它放在那边 整个不一样的 你天天在身边看不到我 你每天念佛 见不到我 你天天读五亮说经 西方极的世界 你感受不到我 什么样的原因呢 你那个心还是不够沉 后来呢 米勒菩萨怎么样教导 五助菩萨的呢 但是五助菩萨还不相信 米勒菩萨都已经讲到 这个道理了 他还是不相信 那怎么办呢 米勒菩萨用最后一招 哪一招呢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米勒菩萨真的太聪明了 为了要帮助这个五助菩萨 能够生起信心 不得已用种种方法 来帮助他 开导他 结果呢 五助菩萨他才相信 最后这一招太棒了 这一招呢 你们可以学 怎么学法呢 如果你能够这样学啊 我相信天天都是阿弥陀佛 天天都是西方极的世界 就像海贤牢上那样 天天看到阿弥陀佛 天天融入了那个西方极的世界 我相信大家能够做得到 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啊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分享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再一次给大家 祝大家心灵快乐 法体安刚 年年如意 岁岁平安 最后最主要的 还是老实念佛 将来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